那我们接下来谈另外一个就是分期付款销货的问题 那分期付款销货呢 当然基本上一样 我们的分期付款 如果我可以估计分期付款的意思是 我把货交给对方了 然后对方按照我们的合约分期才会付款 所以一样我如果对于收款没有重大不确定性因素的话 那我当我销货的时候就承认销货收入 好 这个叫普通销货法 你说基本上来讲 现在我们其实也不讲怎么分期付款销货法 因为基本上我们是销货的时候 对方如果让我没有办法确定他会付款 你会卖给他吗 应该不太会吧 好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 如果你是分期付款销货 以前我们台湾的财务会计准则呢 可以分成 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种的会计准理 大家就认真听一下 我不会去讲很复杂的那一块 我们只讲比较单纯的 好 也就是说台湾的会计准则 对于分期付款销货 我们的快递复理方式有三种 一种呢是 如果我能够确定对方付款 没有重大的不确定新因素 也就是说我卖东西给对方 然后呢虽然是分期付款 或者是分两年或者分三年 但是对于买方会付款这件事情 我没有重大的不确定新因素 也就是说我可以估计得出来 它会付款 它有多少可能不会付款 意思是说 如果发生灾障 我也可以估计得出来的话 那就符合我们的收付认列原则 我们刚刚说收付认列原则是 我旅行了我的义务之后 未来我会收到钱 我们有不确定性的因素 好 也就是说就算我会收不到钱 但是我会估计得出来 那也表示什么 我可以确定我会收到多少钱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可以承认我的销货收入 这种会计处理方式 我们叫普通销货吧 因为你会问什么 我们平常在做销货收入的认列 是一样的 这是普通销货吧 好 那另外一种 我们现在国际会计准则 大概就讲普通销货吧 也就是说对于 因为我们也比较合理 如果我卖给你的时候 我对于你会不会付钱 我动作重大的不确定性因素的话 都有重大的不确定 我会把公平卖给你吗 应该不会吧 好 所以国际配准则目前只讲一种 当我分期付盘销货 那我原则上就是用普通销货法 我们课本上面的例子 也是普通销货法 那只讲说台湾配准则另外两个 一个叫做分期付盘法 也就是说我根据我的当初卖的时候的毛利 来根据我的收入来跟那个来认列 也就是说当我卖出去的时候 我的毛利因为未实现 所以我是地缘销货毛利 那这个地缘销货毛利 会未来根据我收到现金的比例来什么 来转列为销货毛利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叫做 这个分期付盘法 好 那这个分期付盘法 原则上它还不是很保守 因为我每一次收到钱 我还会承认一部分的收入 销货收入 因为销货毛利才是我竞赚 因为我的收入 销货收入减到我的成本 才是我的毛利 毛利才是我赚的钱 好 所以我的分期付盘销货 它不是很保守的 那个快递处理 是因为我是根据我收到钱 我就开始比例 来承认我的毛利的认列 好 那另外一种叫做成本回收法 成本回收法呢 我们会讲到 这个观念中 我们在讲那个建造合约的时候 有点像 那我们成本回收法的处理方式就是说 我收到钱的时候 我先当作是我的成本收回来 当我收到的现金大于我的成本的时候 我才承认我的毛利进来 或者是才承认我的收入进来 好 所以当我假设说 我卖的东西是十万块 我的成本是七万块 当我还没有收到七万块的现金之前 我都不承认我有收入 因为我收到的钱 都是当作我的成本回收 好 这叫成本回收法 好 那相互毛利法呢 就是指我卖掉的 其实刚讲说我的毛利是三十percent嘛 因为我卖掉十万 我的收入十万块 但是我的成本是七万 所以毛利就是三万 三万块就是三十percent 所以当我收到一万块的时候呢 收到一万块的现金的时候 我就承认三千块的毛利 这叫分期付款销货法 那我们现在讲 分期付款的时候 我们说了 基本上国际配率准则大概 它是其中 叫做我们以前所谓的普通销货法 也就是说 我卖的时候 就要履行我的义务 我也没有重大不确定性 我的义务 那个收入收不到钱 我就承认什么 我就承认销货收入了 好 这个叫做普通销货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课本上面的例子来解释 好 但 它是从分期付款销货 那你要知道 分期付款销货事实上 它一定有什么 有利息存在 也就是说 当然同学大家会想说 我们最近不是常常看到新闻这样 什么 其实说他鼓励人家买摩托车的话 就是三十六期零利率 或六十期零利率 是真的零利率吗 因为我跟他讲说 好 我不要分期 我直接付现金 好 就算他不会给你现金上的责任 假设 你买摩托车五万块 他就说六十期零利率 本来是五万块除六十期的话 每个月就是交多少 好 六十期就是等于 六十期每个月就交 五万块除六十期就除不进 好 假设是六万块好了 六十期 所以每个月你就是付一千块 那如果你跟他讲说 我不要分期 那我直接付现金 好 那他一定会给你折扣 那这个折扣的方式 有时候他要避免掉 所谓的零利率的那个位置 他就说 那我送你保险 送你什么大索 送你什么暗索 送你一个有的没有的 那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什么 给你的折扣 好 就因为你去勤勃乘 你发保险 要新车全险 什么失窃险 什么插帮险之类的 所以都会有 所以那一保险 可能也要好几千块 甚至上万的 车子都要 车子都要至少五六万 或者全险的话 好 所以呢 他摩托车可能 你也到好几万 可是我想 如果你是保全险的 什么失窃险 或者是什么碰撞险 什么险的话 可能七八千块都跑不掉 他给你这样的 如果送你这样的保险 他是不是 就意思是跟你折扣一样 跟你现金折扣一样的意思 好 所以虽然说 零利率世上 还是有利率存在的 好 那我们先来谈一下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分期付款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跟我们在讲租赁一样 我的现销价格 就是我租赁的公领价值 刚刚有同学问我 公领价值 就是我当时候售价的现销价格 就是现金交易的价格 好 公领价格就是我现在交易的时候 一手付钱一手给我东西的价格 但今天你分期付款的时候 一定不会是这个价格 好 所以你的付款的总额 跟我的租赁很像 应用租赁款 跟我的现这个公领 租赁赁的公领价值中间的差 是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 对吧 如果大家已经讲过第十九章书令 你应该就很容易去理解 但我们在讲分期付款的时候 就是这个概念来的 一样就是这样的概念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分期付款消购 请你看一下呢 事例四 好 两百二与一页 好 事例四呢 它说邦德公司呢 是轻轻轻轻销商 好 然后呢 X4年底用分期付款的消购方式呢 出售成本六十三万的汽车一部 当日呢 就收限十万块 然后其他的呢 从X5年十月三十一号开始 每一年 好 为一期跟五期 收取 每一次收款的金额是二十一万一千零三十八块 这个汽车的限销价格是三十 百九十万 那分期付款的利率是百分之十 那我的收限没有重大的不确定性存在 所以呢 我们怎么去编它的分期付款的摊销表 也就是说 我们销过的时候就跟我们的什么 租赁很像 好 那我们现在是站在什么 乘租赁 因为我们承认收入 所以我是什么 站在出租赁的立场 我现在是承认收入啊 好 所以呢 我卖这个东西我这个成本 所以你看这个有点像我们是什么 销售型的融资租赁 销售型的租赁 销售型的租赁是我的成本跟我的限销价格之间的差 我先承认我的什么 销获毛利 是收入跟成本之间 我是当下我就承认毛利存在了 所以这个概念是很像的 所以呢 我们一开始卖的时候是借运收账款 因为我们也全部收到钱 好 运收账款 好 只是说 他通常会写运收分期账款 会跟一般的运收账款分开 好 然后呢 因为这个例子是当下我就先收到了现金十万块 好 好 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运收账款是211038乘以5 好 所以是1055 1055 190 好 这是我会未来的五期会收到的现金 那我的销获收入 我的现销就是我才能够承认的销获收入 销获收入是90万 所以剩下来就是我的什么 为实现利息收入 好 这是跟我们之前写租赁的时候是一样的 好 所以呢 是 对 那现销获加价格跟售价是什么差異 一样啊 那为什么前面之前的售价跟公民价值会负 那是售后租回的时候吧 所以只有这个时候才会负 对啊 所以他就有一点作葬的心 我们才会售后租回的利益能不能承认啊 好 所以基本上没有特殊的条件 我说只有售后租回才会有可能售价是跟公民价值不一样的 你只要想嘛 这个东西一旦它估计来就是一百万 你会用一百万以上跟他买吗 不会 卖方会用地理一百万卖给你吗 不会 你如果出价就说我不卖给你啊 别人可以买啊 因为公民价值是一百万 所以售价原则上应该是更等于什么 公民价值 那售后租回你的 为什么售价跟公民价值不一样 是因为买卖双方有可能卖方呢 是要跟买方借钱的 来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些的快递处理 然后去隐藏了某一些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说当有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们售后租回的利益能不能承认 损失能不能承认就要看后续的一些规定 好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未实现利息呢 就是255190 好 那这个叫做总额法的写法 好 我们说未实现利息收入 跟我们想租赁一样啊 未实现利息收入 边表的时候放在哪里 选一表是资产负债表 不选一 他去选一表啊 去选一表啊 算叫收入 但是未实现 虽然还一定帝也 虽然还一定不是选一表的科目 那不是选一表 就是资产负债表 好 资产负债表它放在哪里 并修 为其上款的底下 还是一个简项 就这样子 好 这种就是总额法的写法 那课本上面有写一个净额法的写法 就是 它没有未实现利息收入 好 另外一种净额法的写法 没有未实现利息收入 它一样承认交货收入90万 它拿到现金10万 应收入平行账款就80万 这是净额法的写法 这个80万 是不是就这个跟这个相浅得到的 一样的结果 好 词课本上面都选择 这种就是总额法的写法 这种就是净额法的写法 那不管总额法也好 净额法也好 你发在损一表 发在资产负债表的 数字都一样 这个意思 我做完资产负债表以后 我编资产负债表 应收入平行账款的净额就80万 净额法直接就是 应收入平行账款就80万 就这样而已 好 这是总额法的写法 这是净额法的写法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 那我们说呢 做完这个分期负版呢 就跟我们在讲助力一样 我要做贪销表 那应该告诉你的利率是什么 百渊之十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分五期嘛 所以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拿到了现金 然后成 呃这个 或者是成任的利息收入 好 好 然后呢 我的运收助力款 或者未实现利息收入 未贪 未贪销的金额 好 未实现利息收入的余额 未贪销 好 跟我们的助力是一样的 好 所以接下来这边就是什么 运收费账款 好 我们先看看如果是总额法的写法 我这边是不是有255190 这边是1055190 好 第一次 好 第一次我是不是是X5年底我付了211038 这是付的现金收到的现金不是付 我收到的现金 那我收到的现金 因为我的利息是根据什么 这个钱这个对于我借给买方真正的本金 承让利率10% 所以我承认利息收入是8万 承认8万周围 未实现就是什么 175190 那我这个金额呢 好 未实现利息收入呢 我是2110 1055 1055190 减料211038 所以第一期我的利益是844 1152 好 第二次呢 等于是什么 我这个减这个就是我借款的 运收分析账款的金额 去算我第二期的利息 好 所以减料175190 好 承认10% 所以是66896 668 就行 写错了 66896 好 我第二次 第二年 差六年底 好 我承认利息收入 好 然后利息收入 看一下说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 175190 所以是108294 好 然后 因为收入空气账款 我要收到211038 他以为周朱里面一起都是收这个金额 好 收五年嘛 五期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是844152 减料211038 所以是633114 好 第三年 好 这是差五年年底 差六年年底 差七年年底 好 那第三年呢 一样 我的运收账款金额 108294 所以是524820 甚至10% 就52 482 好 然后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 就会从108294 减少为55812 那我的运收收入盘 因为收到了211038 所以是633114 减掉211038 所以剩下422076 好 依此认识到第五年 我付了这个金额 运收分期账款就0 好 这个开销表期 跟特本商业的 600 220 二月后面 写得完全一样 好 所以我是写到差 七年底就好了 好 为什么写到这里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 运收账款的 金额 毛额是422076 好 但是我的金额呢 就是 这个写下这个 就是我的金额 好 所以每一次我年底的时候呢 我每年年底收到现金 好 我们看一下 差五年 收到现金的时候 我是借现金 待应收分期账款 好 这个特本是一样的 跟我们前面讲的 朱令是完全一样的 好 211038 211038 好 这个分数我会写五次 好 因为从X5到X10 好 然后呢 我每一次会承认 把会实现利息收入 转为利息收入 转为利息收入 然后转为利息收入 好 每一年 我的客户都一样 金额不一样 分析上面 第一年是8万 好 第二年呢 是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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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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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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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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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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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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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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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先喜好的時候 我的運輸分期帳款 差6年的時候 我的運輸分期帳款在這裡 好,這是差6年了 到差6年 因為它只付到差6年就不付了 好,那差7年呢? 第一個,它差7年年底它不付錢 但是我已經借它一點了 所以這個分路、這個金額 不管它有沒有付錢 我都要先承認進來 因為事實上我已經借它一年 根據一開始的合約 我就可以承認10%的利息收入 所以差7年 不管它有沒有付錢 我都先承認這個進來 因為事實上我已經借它一年 所以我可以承認10%的利息進來 這是固定的 好,那接下來一看 目的重點是 它在差6年底付了錢 之後它差7年就沒付了 所以我的運收分期帳款 運收分期帳款在差6年底的時候 是這個金額 差6年底的時候是這個金額 那我到差7年底 我的運收帳款的金額是多少? 因為等於是我借人家真正借的錢是多少? 好,這個是毛額啊 這是毛額啊 因為我沒把貴時線一起扣掉 所以我的毛額是611 所以我的運收帳款 未實現的是633114 等於說 運收帳款在差6年底的時候 我還欠這個金額 所以我還欠這個金額 反正我之前在差6年的話 我的未實現是108294 所以我的未實現的金額 就是我的運收帳款金額 運收分期帳款金額 是這個金額 寫這個金額來的 但是現在是這個金額 我在差7年的時候 我是不是講的 雖然它不付錢 可是我已經切差1年了 所以我事實上還是要承認 一年的利息收入 好 所以我的分開完之後 我承認第一 差7年底的利息收入 我這個金額 這台多少? 55815 55812 我剛才講了 這個分路只要時間經過 我就要承認進來 不管它有沒有付錢 因為事實上我就切它一年 我就可以承認 我一年的利息收入 所以這個分路 我就要寫 好 那我現在要切我的金額 就等於說 我帳上說 這個資產還有多少的價值 所以633114 -55812 所以是577302 577302 好 人家切我這個金額 可是我把這個東西收回來 因為他後悔了 他不是後悔了 他不付錢了 我把東西有這個權利把它收回來 那我把它收回來 這件事情 我做了 我收回來這個資產 我要入帳 但收回來要入帳的金額 怎麼決定 以我收回來 以我收回來這個資產的公允價值來入帳 所以看一下 這裡告訴你 在X7年底 他們又再付款了 而我把這個車子收回來 這個時候的公允價值45萬 好 所以呢 我把它收回來 就是代出售 因為我是汽車 呃 代出售 或者是 應該是說 如果我是一個汽車經銷船 就是我的存貨 好 這個科目 因為我收回來 我是準備 以後還會再賣的 所以我也可以寫 其實把這個承認為存貨 那存貨呢 我說入帳的金額一 我當時候收回來那時候的 公允價值來入帳 那我要衝銷的是什麼 當時我的應收帳盤 應收分期帳盤 還沒有收回來的金額啊 所以應收分期帳盤還要衝銷 應收分期帳盤 好 我的老額 是不是寫在上面了 633 第14 然後呢 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剩下 8 55 812 好 所以你就可以比較 那我這個帳上說 我還有這樣的價值的 應收帳盤金額 但是我收回來 提回來 提這個的金額 就45萬 所以我承認什麼 收回商品 收回損失 好 收回損失 因為公允價值比較低啊 就45萬而已 所以我收回的損失是 127 302 好 接待方就平衡了 這樣看懂嗎 好 因為我收回的時候 我收回這個東西又去抵掉 當然都要欠我的東西了 當然 如果當初他 但他這個合理上 大概你一個損失你只能承認了 但這個損失你要承認損失嗎 或者你當初有承認你有背底 因為運收賬款 我是不是會承認被抵擺帳 你就像我賬款收回來 我去衝我的被抵擺帳一樣 好 所以如正常來講 你應該去衝你的被帶 被抵擺帳 因為運收賬款 根據我們的會計準則 不用國際啦 台灣的會計準則也是有這樣規定 我必須根據運收賬款的金額 或者是運收賬款於有法 或者是相互百分底法 來承認該帳的費用 當我真的發現賬款收回來 是錯誤的被抵擺帳 好 所以你任上更好的是 我們應該是錯誤的被抵擺帳 那一樣被抵擺帳都不溝通 沒有關係 其末調整再來調整 被抵擺帳永遠不會產生戒方餘惡 在你的報告上面 平常上這上面 產生戒方餘惡沒有關係 但是你編表的時候 被抵擺帳 絕對不會出現在 戒方餘惡 它已經只能出現在財方餘惡 所以跟在拼收賬款底下 就這樣而已 所以課本上面可以看一下 好 可以看一下呢 在我們的224頁 好 我收回商品重貨45萬 就根據我的什麼 根據我的工業價值 收回那時候的工業價值 好 那我衝銷的債權 這衝銷的債權 我東西收回來 我的債權就衝銷了 所以我的債權相關的科目 就把它衝掉 那我收回來的工業價值 低於我當時候的債權 我是產生什麼 收回損失 那因為如果你有被提列 被抵擺帳 就從你的被抵擺帳 好 就是課本上面的224頁所寫的 好 那如果淨額法就是 如果是淨額法的話 意思是說 我就沒有未實現地期收入 如果我沒有未實現地期收入 我承認地期收入的時候 我就是借什麼 運收分期上款 好 只是這樣而已 如果是淨額法的話 只是這個分路的科目 七方科目不太一樣 因為它沒有 淨額法就沒有未實現地期收入 所以我收回來 地期收入就是 就是增加我的運收分期帳款的金額 好 要不然我的運收分期帳款80萬 我最後會收到的 105萬5190 怎麼會收到那麼多 對不對 所以因為每次的地期收入 會增加我的運收分期帳款的金額 就餘額法會增加 就這樣而已 好 這樣有沒有清楚呢 好 看來我們的時間不太多 所以我們建造合約 可能就沒有時間想 好 這是課本上的 我們只講到第一個 我們說 收入任地完成 我要寫作 我要講三個 好 三個裡面我就講了一個 好 那這個禮拜 我們就講 這個 這個建造合約的部分 好 那我說這個觀念也很重要 好 那 那個 顧客忠誠企劃那個部分呢 好 因為它不是很難懂 只是 要把它 因為國際規準的時候 要把這個東西單獨拉出來 好 那這個旅程數 在它還沒有實現之前 就有點像我們什麼 估計正體一樣 不過你們 當然記得嗎 我們就講 估計負債的時候 我們講 產品保證負債 它有個什麼 證品費用 有沒有 它跟證品用是類似的 現在只是說 我們在成人收入的時候 我可能把 我的 當時的一個 售價裡面 有一部分把它 列為 我未來 會給 那個 這個 顧客的一個 證品 只是我把它單獨承認為什麼 預收 就把它單獨分開而已 沒有當上 就承認收入 而是我先把那個部分 先當作是預收 未來就是 當我去旅行了 我 這個給客戶的 那個 什麼 旅程數的 回饋的時候 我再轉為收入 只是差到這樣而已 好 所以大家的觀念 跟我們的 贈品費用很相似 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時間 我會再 來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沒有時間 但是我相信大家可以自己看 也可以看得懂 它的概念 就跟贈品費用的概念很相似 其實贈品費用 那個時候我們在講的是 費用 空氣負債的部分而已 好 只差在這裡 好 我們今天大概就先講到這裡 然後待會兒 消息一天這樣 好 我們就下座